以后你们要撰写VBA的话 丢公式当然就变成说逻辑在这边做判断 可是如果你今天不是在这个公式里面判断 而是在VBA程式里面判断的话 这边说接下来要讲就是 回圈里面怎么加逻辑的步骤 OK那请各位务必还是要熟练 第一个的话 一样在这个FOR回圈下面按个Enter 那习惯上我会在那个 FOR回圈的下一阶 再按个Tab 下一阶 然后叙述一下写法特别追都固定的 一副 一副空一格 如果什么呢 如果这个层七的这个储存格 那所以这个储存格就是在哪一个储存格 在Sales 哪一列呢 跟他是同一的 跟I是因为将来这个I会变动 所以就输入I 第一 I列 当然二嘛 斗点 如果 蓝的话你就直接跟他讲说在一蓝里面的资料 如果他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如果大于等于60的话 空一格打一个then 然后 OK Enter两下 一般习惯如果两重逻辑的话会打一个else else是反之 再Enter两下打一个endif OK 那这样的逻辑基本上架构就完成了 所以他一定是什么 if 后面这个又是一个逻辑 如果 这个一栏里面的资料 所以他会先帮你从什么 帮你从这边把第一个 1 2的资料带过来 比对一下 有没有大于等于60啊 如果有的话呢 那他就会跑这边 这个是true 没有的话呢就跑这边 有点像一个闸门左边跟右边 你有你就走这边 没有你就走这边 OK else 这是两个闸道 当然我们等一下会有四个闸道 ABCD 有没有 所以有点像一个工厂 他就是该走应该走的位置就OK了 所以有时候工作里面你需要做一些逻辑判断 就可以这样写写法基本上都一样 OK所以以后的话一定要写手 就大概这样写 那怎么去给合格呢 一样把这一行搬到这边来 所以我习惯把他选起来 搬的话就拖拉 放在这边 那因为他是在他的下一阶然后下一层就按个tip 有没有 如果他大于等于60分 所以这边空格 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条件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那就合格 如果反之的话那就不合格 所以一样把Ctrl加按住复制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改成什么 改成不合格 所以 加一个bo就可以了 OK然后这样的话 程式就写完了 然后这个多的多的这三 这底下两行delete掉 就写完了 特别至于我建议慢慢各位要写习惯 那个说牌一定要 记得慢慢要习惯 因为 如果你全部都没有说牌 像之前有同学怎么样 全部都没有说牌 写成这样子 写这样可不可以跑 写这样也可以跑 但是我跟各位讲 如果你写这样 我光看到我都觉得头晕了 因为实在是 没头没尾 而且程式写错 你也不知道错在哪里 主要原因是因为很多东西都成对的 这样看 特别之后你看不出来 for跟ness if跟 end if 里面东西 如果你把它改成这样 他一定是这样 这个 跟这个一对 有 sub跟end sub for跟ness 也就是说如果你有时候像同学常常忘了一个这个没写的话一看就知道了有头没尾有for没有ness 然后有一幅就要有end if 然后 then就是下一个逻辑 L10的话就下一个逻辑 固定的写法这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OK 那么写完之后的话呢接下来我们来跑一下 这个 这个 刚刚已经有指定那个乘7了 所以我刚刚就 直接打 按 乘7 他就帮我输出到h来 合格不合格就出现了 理论上应该会跟这边是一样的 OK 然后清除 也是可以清这个范围 好这样的话是两重逻辑 可是如果今天希望多一个多重逻辑多重就是 不要跟这边一样 希望跟这边一样的话 VBA该怎么写 特别重要再来 我们来把 这边的改成多重 就是不是合格 跟不合格这么简单 而是ABCD 那改的方法很简单 1 把这边的复制 到下面来 我的习惯是拖拉加坎错键 OK 然后呢名称不一样嘛 所以这边改个多重好了 乘7多重 OK 然后呢再来怎么改 其实非常简单 1 把这个改成80 如果80就是A 这边应该没问题 再来的话呢 B怎么办 跟C怎么办 其实L是就D 就是剩下来的 可是 B跟C 是 额外要加的 所以如果你有 两重放不下 变要三 四重的话 记得 1 请你把if 这两行 复制一下 复制 OK 2 请你在这个下方 这边Enter 然后让他倒车到前面去 贴上就可以了 贴上之后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把这边改成70 这边改成 D就可以了 改成B就可以了 OK 另外还有个地方要改 贴上之后 改这个 跟载改这个之后 然后呢 if不能有两个 所以第2个if的话 请你在if前面加一个什么 elseif 就OK了 好了 那c怎么改 很简单 再把这两行 复制一下 然后呢 back到前面去 贴上 接下来怎么改什么 这边改60 这边改c 这样子的话呢 多重就写完 OK应该可以 看懂我律师吧 所以呢如果你还有 EFG一堆的话 请你一直往下写 看你有几种逻辑 就几种逻辑 OK 这个有点像是吧 反正你要过滤 ABC你 比如说哪一班的人 或者哪一个年级的人 你们就走不同的 这个路线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利用同样的方式来做就OK了 当然未来还可以做更复杂就是 逻辑里面还可以再加逻辑 就EFG底下还可以再再过滤 比如说你是一年级 然后你是一班二班三班四班 你还可以再过滤是男生女生 所以EFG底下还可以再下一阶 还可以再下一阶 那你这个地方就可以做很多重的判断 外面呢 特别注意就包回圈 回圈的话就是要有多少人就判断多少次 对不对 那就不就有点像一个 感觉上有点像一个工厂吧 反正你就自动就筛选筛选 你也不用说有人 在那边看 你就电脑就自动跑就自动完成 OK 所以主要目的在这里 以后写来写去都会长这个样子 基本的架构不会变 只是说换了另外一个地方 去呈现而已 所以很多地方都这样写 所以请各位务必还是要熟练他 我再把重点讲一下 一我刚 主要是改哪里 改的地方 原来是 合格不合格 60分 那我其实把这两行复制 贴到底下去改三个地方而已 特别说这边复制 贴上去改l 这边80 然后 底下的话就70 再来就是改成那个 就是底下这地方 所以请各位自己 稍微改一下 多重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写一下 所以我们刚刚主要是把公式延伸 就是你不是丢公式 就是丢最后的结果 记得就是 两重跟多重 那未来的话 基本上逻辑 大体上 你会用到的 大概就是 大概一重 两重 多重 再来第二种 就是有那个联极跟交集 就是如果你调那个逻辑判断条件有可能有 有end end是两个都要 或者是偶尔有没有联极跟交集 顶多再加个end跟偶尔的话 我想大概你在 工作上会遇到的逻辑 这几个应该就已经足够了 OK 那怎么写 待会我们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的那个 成绩 输出公式 改成输出那个结果 嗯